等老公回来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吃吃啊 去给我倒杯水 我累死了 那我坐一下吧 老公 今天我们出去吃饭吧 这么晚了 你还没做饭 我刚从外面回来 还没来得及做饭 我们出去吃吧 我有事要告诉你 我都跟你说了 我很累了 还出去吃什么饭 我刚在外面吃过了 你自己随便煮点面条吃吧 我洗澡去了 老婆 电话 喂 小雅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我现在出去有点急事 有什么急事 老公 那个小雅 你知道的 他出了点事 我过去帮一下他 就是你那个前女友吧 那我先走了 老婆等下就回来 老公 你知道吗 我本来打算给你惊喜的 你要当爸爸了 老公 我刚刚去取钱 然后发现卡里面的钱没了 你干嘛用呢 我借给别人了 你借给谁了 20万全借出去了 我借给小雅了 她遇到了点分了 她没办法找到了我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 怪可怜 所以我就借给了她 你做好人好事 我不阻挡你 可是这钱 是我们辛辛苦苦 存了好多年 准备买房的钱 你说都不说一声 就全借给她了 这不是她有困难吗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又不是偷偷拿这钱乱花了 行 我理解 但是你做之前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有考虑过这个家吗 我怎么没考虑过 我们现在不也是过得挺好的吗 又没急着买房 小雅她是急速运钱 借给她怎么了 真是的 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 你没钱没房 只有这个烂房子 但我不在乎 我觉得钱嘛 我们可以慢慢一起挣 等存够了钱 再买花了 我现在突然觉得 当初的想法太天真 太可笑了 你胡说怎么了 又是你前女友吧 干嘛不接 没关系的 既然你这么关心她 在乎她 你可以跟她和好 我可以成全你们了 我现在跟她只是朋友 不是你想的那样 朋友 对 任何关系都不会一步到位 总得慢慢来 对吧 真是个风女人 难得跟你吵 老婆 回来了 老婆 我能陪着你过苦日子 我也能容忍你没善尽心 更能容忍你所有的坏脾气 因为我只想踏踏实实的跟你过日子 但是 我也是个人 我不是神 当我知道自己返孕的那一刻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我只想第一时间 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你 可是你却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而是整天忙着其他女人的事 原谅我 实在忍不下去了 我先回娘家了 你自己好好把事情处理清楚吧